YDM智慧禪 YDM智慧禪 自然無為 凡事順應天時 因應人心隨應地性 莫主觀執著行事 力求自然無為人生 媽祖慈悲 媽祖慈悲大家好 本周一德馬祖給我們的智慧禪禪是 自然無為 我們一聽到這個禪禪 就會覺得好熟悉 這是道家、道教所主當的 主要的精神 無為、順應自然 道家最主要在無為、順應自然 那我從年輕開始做意思 無法去理解什麼叫無為 他沒有作為 那為什麼是道家的一個試求 那後來學習宗教 學習馬祖的聖道 我慢慢的才感受到 這個無為就是叫我們不要太主觀 到自以為是 主走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不要那麼主走 用自己的想法 那為自以為是 就一直要做要做 你就是很順其自然 要因應人心 順應天使 隨應地性 你看都是應 就是回應就好了 反應就好了 順著 那一記什麼 一記人心首相 那隨著環境 接地氣 他是怎麼樣的狀況 那順應天使 來做為 而不是說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我後來我慢慢對無為 因為學習了命裡的三才 天人地 然後還知道什麼叫 祝然 祝然 追求一種祝然 就很祝然啊 就隨應這種環境啊 因應這種人心啊 順著這個天使啊 順天而行啊 一定都是這個順應天使 因應人心 隨應地性來做事就好的 這不要去應用我們要怎麼樣 去干預祂 去違反這個祝然 所以道教在講 人法 地 地法 天 天法 道 道法 祝然 一切都是自然啊 所以我們今天了解了 凡事 我們看看這個大環境 這個時候 時代的變遷 這個時機如何 我們順著這個天使 順天而行 然後應應人心 人在想什麼 還有你在想什麼 你在應應它 然後隨著 應這個地性 你在哪個地方 在哪一種環境 它的性質 接這個地氣 人要接地氣啊 所以天使 地利 人和 把它掌控好 很自然呢 去做一些事情 而不是你硬要做什麼 我們順著自然 不要去違反 就是我們 馬祖聖道 都是在教我們這樣子 天能地 是三才 所以我們在看命 去瞭解自己的天命 自己的時應如何 瞭解自己的心 本性 瞭解我們所持的環境 地理 目前的科學 科技 眼睛到什麼狀況的一種環境 我們來隨應 來應應人心 順應天使 就是所謂的自然無畏 千萬不要主觀 不要主主來行事 一定要考慮到 天使 人和地利 順應天使 應應人心 隨應地性 對 以上呢 是顧問的心得 與大家呢 來分享 我們聽到一個參與 應該 文 詩 修 聽到了 就思考 想一想 有什麼地方可以 修正的 修正我們的觀念 我們的個性 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習慣 才對我們有幫忙 感恩馬子 給 這個禮拜的 禪 自然無為 謝謝大家 感恩大家 馬子自卑 和大家 看一看 我們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